早安 我們現在在動物園 你看有場景路 等一下7點我們要在動物園集合 然後今天要騎去五分山 我們是要走平溪上去然後到五分山 然後平溪這條路線我們之前有騎過了 可是就是沒有到五分山上面那邊 那我們今天就來去看看吧 GO 超多人今天天氣超好的 一剛來的路上就超多車友騎過去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加入的是哪一團 嗨 耀德 嗨 好餓啊 現在趕快吃一吃等一下才不會餓是不是 現在7點10分 然後我們終於要出發了 這邊超多TRACK的車 帥車 他們前一批的人又不見欸 對啊 前一批超多人 飛走了 現在要右轉的地方是1060 熟悉的1060 來到這個1060的一整大段的屏路 我屏路超慢的 趕快跟上大家 對呀 你們車速太快 下到他了 那時候趕快去追你們 終於大家都可以來騎了 那我們現在又來到這一條往平溪的路上 這條熟悉的路上 熟悉啊 騎了很多次了 對 去埔榮也是騎這一條 這一條就滿 緩緩的 平平的這樣子 好多鳥啊 嗨老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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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騎起來 比上次還大台北還要快很多 因為那車衣很漂亮 對啊 你現在不是在看別人車衣 就在看別人車衣 我車衣好漂亮 下一個就跟他說 你車子好漂亮 接下來 就是一個走坡了 車速太快了 剛剛好多人跌倒 因為你騎太快了吧 那你怎麼騎那麼快 有嗎 因為很多車啊 有大 大 砂石車我就覺得他騎過來 最好騎快一點是不是 對 不然很可怕 不然我就最累 也是滿累的 到了這個 這條路是重機啊 車子啊 滿多的 重機超多 然後剛才有一台砂石車 在我們車隊的後面 是滿可怕的是不是 對 趕快騎過來 到了 到了 到平津了 到平津老街前 最後一個坡了 就在這了 又在騙人 這真的不騙人 這就是車友的話 最後一個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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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現在才幾點而已 現在才八點 八點嗎 對 超爆熱 夏天應該五點起來騎 五點又騎不來 早點又睡不著 對 下禮拜就可以五點起來了 真的 下禮拜五點起來 看到前面那個平溪區的路牌 就是要到了 小心不要靠右邊 下禮拜五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囉 現在8點21 我們騎了一個小時 來到平溪老街的7000這裡 哇 這個7000好像有點蠻大的耶 還有位子耶 裡面是不是有位子 走啊 欸 跟著他們走啊 我們先走了嗎 他們不是就在前面嗎 還很遠耶 我不太確定大家怎麼走耶 因為細細這一條 我那時候看起來像產業道路耶 這個車站 我們先走啊 我們先走啊 好啊 你先平溪車站好了 好啊 剛剛我們只不過的停歇 已經騎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剛剛看著 到達5分3還有一個半小時多 我們其實已經 其實騎了一半了啦 後面聽說蠻累的 對 後面好像比較走一點 我們嗎 我們停一下 欸 大家都不見了 大家不見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現在到了10分老街這邊 然後呢 我們平常這邊左轉的話呢 就是上平石窗隧道 然後去福隆的那條路 就是往左邊走 那我們現在要去5分3 就是從這邊過來 就是走平石窗隧道 10分的方向 對 那我們也回程去吃東西了 哈哈哈哈 你好意思 大家再見 大家再見 你好意思 走吧 我們先走吧 怎麼走啊 怎麼走 怎麼走 走左邊 越過 帶你們去 那我帶著走好了 喔 我都不知道什麼 然後跟著人家 對喔 然後我們一直問 他又說 我帶你們去好了 沒會跟也要會跟 跟上 跟上 哇 等一下回去也是上上下下的 是喔 福隆也是啊 福隆騎得多開心 就要還得多開心 現在沒有左下 但是我可以推車 哇 推車可以啊 我看到雷達站了 看到一顆圓球 就在那邊 好遠喔 真的好遠喔 現在不是芒草季 快快快快 十月之後 十月開始有芒草 十月就最多 十月 除了芒草以外 那個大拇指還要出現 那種 好可怕 蛤 那不就是昨天那個 豬和季公園 變形蝗蟲 第一種老闆剛才說 夏天覺得熱呢 就是因為騎太慢了 沒有風 其實快一點 有風就不會熱 上坡 真的 哈哈 我們來讓老闆表演一下 上坡時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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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人已經到三遍 真的 真的 要會騎腳踏車還要會修車 真的 還要會泡咖啡 嗯 那老闆說到前面的是C四行路線 就比較沒那麼懂 大概還落後 大概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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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啦 你看球都也跟你在一起了 看到這個 交通部中央氣象站 5分3氣象站的雷達的牌子 再上去有4公里 阿信老闆說 這邊 有時候會有攤販在這裡 今天沒有攤販 還在4公里 但是這4公里 是很累的4公里 比剛剛那一段輕鬆一點點 騎上來這裡真的比較不陡耶 而且你看這個view多好啊 哇 這4公里騎得很真久耶 風景也太好了吧 終於看到那個圓球了 在那邊 圓球就是上面 快到了快到了 還剩2公里 在那邊 剩2公里 好遠啊 哇 好多人都下山了 還有1公里 那裡已經上去了 耶剩下0.9 現在 9點45 終於到了 我們騎了2個小時 又14分鐘 到了這個5分3的球這裡 後面這段真的是比較緩 可是真的有夠累 真的 熱壞了 而且 那個氣象雷達站就是在眼前 怎麼樣騎都騎不到的感覺 一直彎一直彎 遙遠遙遠的氣象雷達站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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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騎上坡有騎這麼久嗎 那因為今天是我們在木柵這邊的這間Face Zone的開幕 的約騎 所以我們來這邊一起跟大家一起騎車 之前在試營運的時候我們就來過了 來這邊看一下 哇 好棒喔 這是他們這邊三個招牌能量飲 補給能量的飲料 我最喜歡這個 多貴捲耶 好吃 多貴捲我們之前來的時候都會點的 好 好那我們現在休息了一下之後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間Face Zone咖啡 它裡面有什麼飯 你是休息一下吧 你是休息很久 吃了很多東西 喝了很多東西 它這裡面就寫了一些咖啡啊 餐點之類的 然後還有減餐 對 然後像我這個肉桂捲也是他們這邊有名的 然後這邊減餐的老闆 它是主打那種比較健康類型的飯 它就是用那種鯉麥飯 它就是選一些比較健康的一些食材 來做餐點的搭配這樣子 像你這個飲料就是甜菜跟嘉芹菜之類的 對 要準備抽獎了 我們先來準備抽獎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進行享受我們其中的餐點 除了飯之外 其他都是來帶出去 所以有吃進的朋友的話 你是可以接一下其中的餐點 搞眼巴認識啊 那它是 所以它會在威斯康斯 威斯康斯 威斯康斯 所以我們買這種 有麻煩的餐點 那它特別是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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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很好吃 你喜歡吃它這個餐點 配搭11隻 然後拿著Simonpulse 或是Montobine的大 然後它這邊除了有 看到VIA餐點之外 然後它還有賣一些腳踏車的用品 好像卡鞋 安全帽衣服啊 燈菜殼的車子這樣 風鏡 然後車衣有很多 不同品牌的車衣 車庫 哇MAP也有 想買 我覺得這個設計超酷的 這邊的設計 在裡面 這個設計也超酷的 好那我們結束啦 現在要準備回家了 這間Feed Zone咖啡 它就在木造東五園的旁邊 如果住在附近 或是騎車 騎這條路線的人 都可以來這邊逛逛喔 對啊像是騎貓空啊 騎阿柔羊啊 然後或者是騎去平溪啊 在這附近 有非常多條路線 非常適合 住在南區啊 或是想要台北南區這邊 騎車車有人 都非常適合來這邊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我們下部的影片 又要靠開啟小鈴鐺 自己也能保留